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福島核污水 福島這個核污水要排放 我說這一件事情 我們以後 整個亞洲地區 整個亞洲地區 大概最近的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我們在亞洲地區 包括中國 韓國 日本自己本身 還有台灣地區 甚至於包括俄羅斯 甚至於美國的阿拉斯加 南邊的菲律賓 甚至於東南亞 東協的這些國家 所有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國家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 明年這一年之內 那個洋流會整個飄散 會整個飄散 飄散的結果啊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啊 這個事情已經非常嚴重 嚴重到讓人覺得非常可怕的一個地步 所有的這個核污染水裡面 幾乎每一種都嚴重的超標 福島核電站排放的污水一百萬噸 不是一百萬公升 是一百萬噸的核污水 這只是一個官方的數字 會不會更多 我相信會更多 因為它水會不斷地產生嘛 那這個狀況是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非常嚴重 就是各式各樣的 放射性物質 包括穿 包括濕 包括濕九十 包括碳十四 色一三七 點一二九 孤六十 還有鳥老地 各式各樣 什麼樣的化學元素都有 可是這每一種化學元素 它的半衰期 都非常可怕 因為化學 這個 放射性元素的這個化學物質 它的半衰期都非常長 什麼叫半衰期 就是它的有效期限 它的半衰期有的長達數百年 有的長達數十年 你接觸到 我你接觸到它都會有危險 更不要說 在海水裡面的魚 在水裡面的魚 都會受到污染 那周邊這些國家地區所有的人 難道這從現在開始都不吃魚嗎 日本是最喜歡吃生魚片的 他們 他們吃他們自己也會死 當然不是說 立刻吃 立刻死 就是說 癌症的風險 會越來越高 癌症的風險 會越來越高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換言之 從現在開始 在西太平洋周邊國家的人民 我們的 癌症的風險 會越來越高 癌症 得癌症的機率 會越來越大 可是 小日本 他有沒有因為 大家的呼籲 他有沒有 做任何的停止的動作 他完全沒有嘛 他為什麼敢這樣子囂張 就是因為 美國現在一門心思 就是為了遏制中國 他把所有的力量 全世界的注意力 都擺在遏制中國上面 所以現在是一個非常 混亂的一個時代 所以日本呢 就渾水摸魚 美國就 這個日本就渾水摸魚 趁火打劫 趁這個亂的時候 把還 這個 福島核電站的一些核廢水 全部往海裡面排放 當然 最近是 要開始排放 還沒有正式的大規模的排放 可是呢 我想這個趨勢 已經沒有辦法去阻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在烏克蘭地方啊 有一個 卡霍夫卡水庫被炸 卡霍夫卡水庫被炸 我覺得這個事情也非常詭異 這個事情非常詭異 我給大家看一段視頻 這個視頻是我看到的 目前為止 最 我覺得 最詭異的 最詭異的一個視頻 我不知道台灣的 因為我不太看台灣的這個新聞 新聞 新聞片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他有一個爆炸的畫面 我讓他重播一次 他跑到最後他可以重播 看一下 我這樣反著 反著操作會有點 會有點不順 好我再重新開始 好大家注意 會有一個光點 會有一個光點 那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有個跡象顯示 它是 怎麼講 就是說 有導彈 有導彈 朝 卡霍夫卡水庫的這個 蘭提宴 的這個 結構啊 來做攻擊 這個是非常明顯 就是說 它是一個導彈的一個攻擊 我這個不太好操作 好我再讓他放一次 有看到一個光點 然後就爆炸 就顯然是 有外力的破壞 有外力的破壞 那美國呢 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說 這個看起來 烏克蘭不會做這種事 這個意思就是說 俄羅斯的成分 比較有渴 這個讓我想起來 就是那一次北溪天然氣管道 被爆炸的時候 北溪天然氣管道 被毀的時候 被炸毀的時候 第一時間 美國 或者是西方的一些傳播媒體 也在講 他說 這個不太可能 是歐洲的一些國家 也不可能是烏克蘭 最有可能就是俄羅斯 然後呢 就 重 重口一聲 都說是俄羅斯 後來呢 美國那個得普利茲獎的 那個資深記者 賀什 他就找到 他就找到這個這個第一手的資料 說根本就是美國自己搞的嘛 而且還是拜登牽制的 而且 還有情報顯示 9月 發生的北溪事件 北溪爆炸事件 6月份就有 就有情報單位 在策劃那件事情 所以就是美國搞的嘛 那所以這一次 卡霍夫卡這個水庫啊 被破壞的時候啊 我第一時間 我覺得正常人第一時間都會想 北溪 被炸的時候 美國是說俄羅斯 那後來 證明是美國你自己 那這一次他又 好像又隱色是俄羅斯 那 讓人懷疑說這一次搞不好又是美國 那是不是我們不知道 可是呢 這個 我看這個媒體 這個 這篇文章 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影片 另外影片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這影片很有意思 這影片啊 就是他訪問 他這個博主啊 他訪問一個俄羅斯的士兵 這俄羅斯的士兵啊 就這個人 就 就這個人 這個是一個 阿兵哥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啊 我們 我們曾經受到命令啊 要去卡霍夫卡 然後呢 你看 我們要把那裡呢 埋了炸彈 埋了炸藥 啊 所以這兩個訊息啊 是相反的 所以這兩個訊息啊 一個 說這個是導彈 就是影片是導彈哦 但是呢 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又 這個俄羅斯的士兵啊 說 我們曾經啊 想去炸 卡霍夫卡水庫 那我給大家看這兩個 就是說 現在這個事情已經變成一個羅森門了 搞不清楚是誰啊 搞不清楚是誰 但是我覺得啊 這件事情啊 凸顯了一個什麼 就是說 趁火打劫 趁亂 然後呢 就搞一些事情 那總而言之 我們把它歸結到最後 我們歸根結底 如果烏克蘭沒有這場戰爭 怎麼會有北溪事件呢 怎麼會有卡霍夫卡 水庫 被炸 然後呢 水都 把這個老百姓的房子都淹了 所以這個 這個 總而言之老百姓是真的很倒楣很可憐呢 在那個附近的烏克蘭的民眾 家全部都淹了 全部都毀了 甚至於還麻煩的是附近還有一個核電廠 核電站 它的冷卻水設施就是靠這一個水庫 那所以 如果沒有 這個水庫提供冷卻水的話 那是不是又一場 核外泄事故 是不是又有一次危機呢 所以我是覺得不管是俄羅斯搞的 不管是烏克蘭搞的還是美國搞的 又搞一次北溪事件的重演的話 你們這些人真是該 該下18層地獄啊 是不是呢 所以 這個 這個世界啊真的是 充滿了這種危機啊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關鍵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畏詮釋 敢說真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說真話 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 恭請 遵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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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復